Hello,大家好,我是SENHAU,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如何安全地下载和安装最新的OS,MacOS Mojave MacOS Mojave MacOS Mojave 这里我会直接使用我自家MacBook Pro来作为测试,大家都知道我自家MacBook Pro一开始就有MacOS HiSera, 所以我会在不影响我真正的MacBook操作下来下载并安装这个最新的MacOS Mojave的测试版 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SENHAU 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实用设计巧, 如果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欢迎你订阅和关注SENHAU TV,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必须把我们重要的资料全部背高起来,这是为了以防万一 第二个,分割一个partition 这里我会以比较快速的方法来分割这个partition 如果想要知道如何真正的分割的话呢,你可以观看我之前的影片 链接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因为这个是一个测试版,所以我并不会给予太多的容量 最多我只给它50G的容量 第三,我会在说明文里面放一个链接,点击那个链接我们就可以到达它们 要去下载这个MacOS Mahavi的测试版了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要有Apple ID 当你点击我给你的链接过后,你就会到达这个页面 首先你必须成为他们的 Member of Apple Beta Software Program 才可以测试这个还没有正式推出的MacOS Mahavi 所以我们点击Sign Out 输入你的Apple ID 同意这些条规 然后按这个MacOS这里 如果你是新会员的话,就点击Enroll your Mac 如果你已经测试过MacOS和SERA的话,你就要去Mac App Store就可以了 这里我是新会员,我就点击Enroll your Mac 然后再点击下载的MacOS 然后打开刚刚道路的话 它就会直接帮你打开你的App Store 然后到达这个最新的MacOS这里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好后呢,只要点击Open就可以了 然后按Continue 然后选择刚刚我们制作好的Partition 然后按Install 当我们安装好后,只要Restart 差不多等一个20分钟左右,它就可以设置好了 然后我们就要做一些在第一次使用这个MacBook时候的设定 这里要选择不要转发任何informations 然后按Continue 在这个MacOS Mahavi里面最特殊的就是它提供了一个Dart Mode 这是Line Mode Line Mode就跟我们前面的一样 这里我选择Dart Mode来试试看 好的,基本上已经是Login进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算是成功了 在下一次我们Restart这家面部的时候 那个MacOS Mahavi呢,就会成为一个Dart Mode 所以我们必须要更改回我们自己本身的MacOS才行 首先我们先点击左上角的Mac logo 选择Season Preference 然后再点击Start Mode 然后再点击这个Log 然后再点击我们一开始使用的Hardisk就可以了 然后关闭 以上就是我和你分享的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Book时遇到什么问题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Sensho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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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